你怎样看市场是否对贵迹 带展望失望 还是因为之前冲击了太多 我想刚好你之前的股价冲得很急 无端端 其实早上是 你说是否大家的筹业绩又不是 纯属于市场气氛 对 市场气氛好 或者那下有些游戏版后一批 他又不知道一起夹一份 所以就升得很夸张 升了成绩上来 所以在高位里面等一份业绩 跟你对上那几只新经济龙头 相对低点位置等份业绩 已经有个不同在 除非你的业绩很有惊喜 很厉害 否则其实大家都很正常知道 一定不会再夹得到 但是当然了 你说是否值得要回这么多呢 我觉得昨晚的反应有多大 我觉得有些因素是因为 刚才提到业绩 如果你严格来说大数 就是经济增的亏损是比预期多的 虽然topline的收入增长是比预期好少 但是经济增的亏损是比预期多 甚至如果你看当中的一些细数 因为看B站这些 其实最明显要看就是互役用户数 其实看到今次日互役用户DAU 和月互役用户MAU 甚至乎在月的付费用户来计算 其实三者虽然都是有个不错的增速 平均是三成左右左右 你可以说 但是增长的速度 其实跟去年年底的全联绩来说 是差不多的 没有特别再加快 所以其实今次你看到它的付费率 虽然它自己说是创作新高 9.3% 但是其实去年底也有约9.3% 其实都是轻轻一点 所以其实增幅不算太显著 所以有一个因素就是 因为你用户数 或者是付费的数 增长不是特别厉害 其实大家也会对它 那个扭规的时间表 可能也会有些推迟 因为本身今次蝕是比预期多了 除非你今次蝕得比预期少 你才没有这个太大的疑问 但是你今次蝕多了 但是你本身赚钱那边 也没有特别再加快 是否要再迟一点才能扭规呢 这个我想已经第一点 有点令大家一般一点的一个看法 而来就像刚才说的就是预期 就是第二季的所谓的展望 整体营业颁方面 就是48亿半至47亿半 如果回到环比上讲 就没有什么增长 或者是倒退 当然这个也有点解 因为第二季疫情的影响 其实几间科技股 对第二季展望都是一般一点的 但是这个也会有点影响 所以我想几个加起来 令到股价就比较大一点的一个下跌 我觉得短线来讲 就好像今天现在都低开这些位置 我觉得看着这条50天线 187、188这些位置能不能收到 对了 这条50天线 如果这些位置都站得住的 那未算是要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我想还可以维持到一个又叫反弹的格局 但是我想不要这么心急 今天一开这一刻 立刻就入场先了 因为刚才都说了 整版的新经济股 其实这一转升幅都不是少 甚至乎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选升经济过去的博 龙头的那些会比较好一点的 其实你说B站这些或者快手那些 那你过去没错 但可能要走得很急 但是这些比较异线一点 就好看起来当前的气氛 如果你说这刻过 今天过时的气氛都一般了 甚至乎各别的业绩 也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了 所以是不是即时再炒回头呢 我想会有点保留先 所以如果你说选择的 可能都是二分龙头一几 就会比较好一点